女儿被奇怪生物叼走,父亲喂救女儿,深入从来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国产电影《大蛇2》 这天是女儿小欢的生日,父亲老魏陪她登上了环海游艇 并送给她一个对讲机做礼物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海难打破了一切 一个不知名的庞然大物袭击了游艇,众人纷纷落水 等老魏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荒岛上 许多游客都被冲到了岸边 然而唯独不见女儿小欢 很快她通过女儿的对讲机判断出女儿的位置 然而就在她准备去找女儿的时候 女儿身旁的大石头冻了起来 那竟然是一条巨大的蟒蛇 巨蟒一个撞击,众人就被震到了空中 无数游客被巨蛇吞入腹中 最后巨蛇还叼走了小欢 老魏为了救出女儿 工人为了找商妇讨工钱 小帅为了救出女友 就这样几人踏上了营救之路 队伍里还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男人 大壮 然而几人在营救的路上屡遭险境 他们先是遇到一棵汇流汽油的树 这树散发的气味将几人迷得晕头转向的 随后树藤勒住了他们 幸好武力值较高的大壮一直保持警惕 用斧头砍断树藤救出几人 接着他们又遇见了各种各样的庞大生物 他们遇见成群会飞的食人鱼 他们发现食人鱼只在大雾的区域游动 于是赶紧逃到没有雾的地方 食人鱼果然立马变成了鱼竿 刚刚逃过一劫 他们又立马遇上了巨大的鼻涕虫 然而比鼻涕虫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一根巨大的舌头当着他们的面卷走了鼻涕虫 随后一只巨大的癞蛤蟆跳了出来 几人见机不对 转头就跑 然而没跑两步 大蛤蟆就吸住了一个老头 危急时刻 大壮抛出树枝 扎中蛤蟆的眼睛 蛤蟆吃痛放开老头 几人赶紧开溜 然而这癞蛤蟆一跃就是几丈远 眼看马上就要追上它们了 这时大蛇出现了 它一口吃掉了蛤蟆 随后继续追几人 追击的过程中 又有一人被大蛇吞入府中 另外几人则跳进一个水坑逃过一劫 大蛇带着刚刚被吞的几人回到巢穴 在此之前洞穴里的几人相继醒来 几个新存者里面 包括老魏的女儿小欢 小帅的女友小美 以及拖欠公欠的富商 几人寻找出路的时候 在洞里发现了几枚蛇蛋 富商捡起石头 想在蛇蛋孵化前 将它们毁了 谁知道 小蛇竟然提前孵化了 几人趁小蛇吃下食物之后 不能动弹 这才赶出来打死小蛇 眼见大蛇回来了 洞里的几人赶紧趴下装死 然而大蛇发现了被他们打死的小蛇 悲痛欲绝的大蛇以为是老魏他们干的 于是离开巢穴疯狂返回 准备找老魏他们算账 看着大蛇离去 几人赶紧想办法出去 富商承诺 只要几人将它顶出洞口 它就会扔藤蔓下来 救几人 然而几人将它顶上去之后 它却食言独自逃走了 另一边 老魏几人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实验基地 原来岛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巨大的生物 是因为有科学家在这里进行过实验 但是实验过程中样本都逃走了 最后实验人员也都自食其果 全部丧命于此 他们利用科学家留下的物资 向陆地不断地发出求救信号 这时他们撞见了逃出来的富商 富商为了不再返回蛇窝 骗他们说 其他人都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老魏碰不欲生 第二天救援部队收到信号赶来了 然而就在老魏放弃的时候 送给女儿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声音 老魏和小帅几人赶紧返回救人 富商则去寻找救援队的飞机 然而飞机还没有落地 就被大蛇一口吞了 老魏这边根据小欢的指引来到蛇窝 此时洞里的蛇蛋已经全部孵化 小蛇四面汇聚向小欢他们游来 老魏赶紧放下藤蔓救他们 就在他拉俩人上来的时候 大蛇却突然回来了 并且准备攻击他 就在大蛇向他扑来的时候 大壮拿着斧头砍中了大蛇的一只眼睛 在小帅的李应外盒下 又伤了大蛇的另外一只眼睛 老魏也抓紧时机将两人救上来 然而在逃跑的过程中 大蛇利用地形优势追了上来 并当着老魏的面将小欢吞了下去 伸手矫健的大壮拿着火把将大蛇引开 他将大蛇引到了会流汽油的大树下 等大蛇浑身沾满汽油之后 他将火把扔向了大蛇 大蛇最后被熊熊火焰烧死 老魏从蛇嘴里将小欢捞出 在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 小欢终于活了过来 而至于那个自私的富商 在逃跑的时候不慎跌落蛇窝 最后成为了小蛇的晚餐 这个故事或许告诉我们 没事不要瞎搞实验 有时害人害己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